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呆住了 寒厉回过头来 冲他们二人诡异的一笑 接着就双手同时一扬 刹那间无数的大小火球 转在手中争先恐后的涌了出来 暴风骤雨一样的密密麻麻打了过去 不幸的天空都被染成了火红之色呀 这一幕 可真将小王爷二人吓了一跳 急忙各放出了一件防御的圆盘 把气挡在了身前 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爆裂之声 劈里啪啪的响个不停 向小王爷震得好一阵头晕目眩了 甚至因为火球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有几枚漏网之鱼 直接打到了小王爷的身上 让其护体的黑气被炸得四散了不少 浑身狼狈不堪的小王爷是又惊又怒 他很清楚 这绝对是大批的幅度一起发出 才能造成如此大的声势 好容易等到了这阵火球雨过去了 可身旁忽然传了一声惨叫之声 让其身形一抖之下 急忙侧身一看 结果呢 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眼中满是惊骇之色 只见原本啊 站在他身旁不远的瘦甘蒙面人 不知道何时身上黑气浸散 浑身无力的被韩丽低在手上 而他在身体一侧鲜血淋淋 竟只剩下了一只手臂 这种情形让小王爷心惊的同时啊 真正产生了无法抵挡韩丽的距影 不由得暗骂那名血世的无用啊 韩丽冰冷的望着小王爷一眼 就毫不客气的 将手中蒙面人的面睛撕扯了下来 正是那位新王府的王总管 只是原本干瘦的面容 因为手臂的段落扭曲得变了形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怎么请下他 我们的护身煞气 根本不是这么容易攻破的 小王爷轻吐了一口气说道 可是却猛然间双手一扬 使几道黑盲一闪即逝的 向韩丽击射过来 韩丽悟然在脸上 突然露出了一丝 讥笑之意 单手一扬 一件黑乎乎的盾牌一样的东西 凭空出现在了身前 结果那些 浸射的黑盲 直接打到了上面 可除了发出一阵闷声之外 丝毫效果都没有出现 小王爷一惊之下 并惊细看 才发现 这一阵盾牌 竟是一件十分巨大的龟壳 只是这龟壳通体 黑而无光 应该是专门计量过的 看在这个景象 小王爷低落入眼珠一转 身上黑光一盛之下 整个人突然闪电般的倒飞了出去 然后一转身 就想和其他逃掉的修士一样 熬之夭夭 但是身为要佛桌的必要目标之一 韩力怎么会让其轻易的逃掉 身形一晃之下 韩力就轻易的出现在了小王爷的身前 另一抬手 一道树丈长的青色巨界 凭空出现 毫不客气的 将小王爷赢头就是一盏的 小王爷见此却心中暗喜 他的护体杀气 可是专污各种法器 根本不用理会此巨剑会伤的自己 反而呢 可借此机会掩护权力逃掉 显到这儿 鸡舍中的小王爷身形一生 人就想从韩力的头顶直接掠过呀 不能接 快躲 韩力手中的王总管 强忍剧痛的大声喊道 试图呢 提醒一下小王爷 哎呀可惜呀 显然他的提醒有些晚了 听到这话 小王爷虽然下意识的身形一天 想躲掉这青色巨剑的锋芒 但巨剑突兀的改低为修 同其腿部轻轻一擦而过 他护身的黑气竟被一盏一散 丝毫作用也没有起到 结果呢 随着两只小腿轻飘飘的被削掉之后 小王爷大叫了一声 当场昏了过去 这位爷 从小锦衣玉食惯了 即使说星际过人 但也没吃过什么苦头啊 虽然无法忍受 这断腿的剧痛啊 不过这情景 当然韩力吓了一跳 还以为青人剑芒 长时间不用 失手挂掉了对方呢 等弄明白怎么回事之后 韩力又好气又好笑的 一把逼了起此人 向蒙山似有飞去 韩力大声的心情很愉快 但是也感到有些纳闷 从小王爷和王宗馆 一开始给自己的那种危险感觉 这二人应该比较难缠才对啊 可怎么就这么轻易的生情了 难道他的神秘灵觉开始出错了 韩力摇里摇头 觉得有点奇怪 这个时候啊 还在远处徘徊的残余黑衣修士 见到这个情景 直到啊 再留在此地也是无意 互望了眼之后 开始真正的四散奔逃 转眼睛就不见了踪影 韩力没有想要追的意思 这些都只是和蒙山似有一样的外围分子 根本不值得费尽追杀 他一边想着 一边飞回到了蒙山似有那里 并将手上的两名俘虏随意的一甩 口中淡淡的说道 给他二人指一下血 还要从他们嘴里拿到口供呢 蒙山似有的青年和老二 马上出手将这两个人摁住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这个时候的蒙山似有 那对韩力不仅是表面上的敬业 而是发自内心的大为敬畏 刚才韩力的大展神威 给几个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前辈 这是功法通玄 晚辈等人大开眼界 大开眼界啊 黑脸老者满面敬意的开口说道 没什么 雕虫小记而已 韩力看到蒙山似有敬畏的神色 心里啊 多少有几分得意 但表面上还是做出了一副 不值一提的样子 让这几个人呢 更觉得这位爷那是高深莫测啊 就在这个时候 当当的两声巨响传来 让韩力的面色微微一变 蒙山似有急忙忘去 其中的中年女子看清楚之后 马上面露惊慌 前辈 快看 你的法器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 公职 57ts.com 韩力已回过身子 抬手望去 只见那困住光头大汗的遮天钟 一边里面发出惊天的巨响 一边外表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形 随着每一下响动 遮天钟的钟臂都会无端的突起一大块 实体声巨响传来之后 此钟转眼间变得面目全非 再也看不出丝毫的原貌 但更糟糕的是这个铜钟上的黄光 黯淡了下去 里面的光头大汗仿佛随时都可以破中而出的样子 韩力心里一惊啊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 但显然 遮天钟是困不住对方了 看来得另想法子 想到这儿 韩力将盘旋在头顶的十余剑法器一收 扔出了七八头兽型傀儡 和原先就放出的四只傀儡 站成了一排 挡在了韩力和蒙山四眼的身前 刚做完这一切 轰的一声暴力声传来 那件遮天钟法器 竟硬生生的四分五裂 从里面嗖的飞出来一个 四人非人的怪物出来 这个是什么 中年女子一见之下 尸声叫了出来 身边的其他三个人 同样的脸色发青 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韩力的眼中啊 也露出了难言的惊讶之色呀 窜出来的光头大汉 无论体态外形 也完全的妖魔化了 他如今身高两丈 嘴露撩牙 头上两只漆黑的弯角 后面还拖着一条 长满了灵甲的铁尾 更令人吃惊的是 这个家伙浑身上下 长满了黑红色的腰纹 将其一赤裸的身体 掩盖了大半 透露出一股 说不出来的傻气 从面容上 隐隐约约的还能看出光头大汉 原先的如貌 眼露碧绿色的胸光 充斥的全是嗜血杀戮的气氛 已经没有半分人性 他冲着韩力等人冷冰冰的望了一眼 身子突然一伏 就如同箭矢一样的 激舍而来 蒙山似有一剑 一刃的心惊肉跳 正不知道如何是好 耳边忽然传来韩力的声音 系法系 随着韩力这声吩咐 其身前的十一只傀儡兽 同时大嘴一张了 时来的宫柱 就一闪即适的喷射而出 迅雷不及掩耳的 激到了 妖化光头大汉的身上 将没有提防的对方 一下子积翻在地 蒙山似有见词 可惜过忘了 不加思索的把法器放出 围着倒地的大汉 冰光五四的干起来了 希望能一下子解决掉 这让人看着心惊肉跳的怪物呀 可惜了的是 他们的美梦只做了片刻时间了 一到冲天的煞气 就从倒地的大汉身上传来 接着其暴怒的一月而起 任凭所有的法器打在他身上 竟伤害不了他分毫 就让蒙山似有的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呀 妖化大汉是仰天狂吼一声 突然两只手臂 如同风车一样的狂舞了几下 那围着他的脊弦 马气瞬间 就被其锋利无比的食指 切割得是支离破碎 变成了碎屑繁体 还没有等蒙山似有脸色刚变 那妖化大汉眼中毕恭一圣 身子晃了几晃 就妖异地出现在了 韩丽的人的护照前 并伸出一只利爪 横狠地抓下去 啪一声 这黑脸老者眼睛手快地 将韩丽那块白灵盾 寄了出去 正好挡下了这一抓呀 可是盾面上也留下了五道 深深的抓痕 并且老者的脸色 刷了一下子苍白无比 显示法力不济的缘故啊 见到此警 大汉宁笑一声 那只爪子呢 也闪电般地 向盾牌抓了下去 可他马上脸色一变 猛一收爪缩身 两只胳膊交凑成十字形 横在了身前 与此同时 第二次光着的攻击 到了他跟前了 再次结结实实地 打在了他的身上 不过这一次 有了防备的妖化大汉 并没有被击倒在地 只是硬生生地 为了强大的冲击 击退了十几丈远啊 让只剩下一抓的黑脸老者 总算缓过了一口气 并略擦了一下额头的冷汗 紧张地对其他三个人说道 对方攻势太凶了嘛 一个人的法力 接不了几下的 大家合力 取使这盾牌 听到自己大哥这话 蒙山四有中剩下的人 毫不迟疑地将一只手 同时搁置在了老者的肩上 然后 让体内的灵力 缓缓注入其内 黑脸老者的面容 瞬间 恢复了血色 大汉所化的妖物 一连两次都没有建功 显得更加暴躁了 一等受傀儡的光柱消失 他马上就张牙舞爪地再次冲上 但同样的被白林顿挡了一下 接着被光柱击回了原处 看到这一幕的 韩力紧皱起双眉呀 这怪物 啊 太厉害了 竟然连遮天钟都能抓破 身体还能抵挡住 受傀儡的光柱攻击 可见普通的顶级法器 对他绝对没有什么效用 只有 动用福宝了 想到这儿 韩力不再犹豫地冲着蒙山私有吩咐的 你们暂时和傀儡兽坚持一下 我需要的时间来施法 说完这话 韩力不等几人回答 就从储物袋中摸出一张轻蒙蒙的葫芦 双手捧着正中盘膝坐下 闭目运动起来 韩力并没有直接说福宝之事 因为他很清楚呀 凭他们几个散修的身份 桌板还不知道这福宝是什么东西 而现在又不是解释的时机呀 他如此干净利索的做法 说明韩力根本不容蒙山私有反对 这一点呢 蒙山私有也很清楚 只是互相望了一眼之后 就由黑脸老者硬着头皮答应了一声 接下来 妖化大汉一连七八次的纵身扑击 但每次都灰头土脸的 无功而返 韩力的内剑白林顿虽然被对方抓得是伤痕累累 但总算在蒙山私有的驱使之下 挡住了那双碎玉断金的利爪 然后那十一只受傀儡的光咒攻击 会立即将其击退一定距离 不容妖化大汉连续攻击 总算让蒙山私有有了一些喘息之际啊 韩力凭借助击中期的修为 催动起福宝和比炼气期的时候快多了 片刻之后 他手上的青色福禄就在一声清明中 化为了一把青色的玉尺 有数寸大小 小巧玲珑 灵光流动 而这个时候啊 蒙山私有的法力也到了极限咯 在妖化大汉气势汹汹的一抓之下 白林顿如遭重锤一样的倒飞了出去 这顶人当即尾顿了下来 同时面容变得灰白无比 前辈 快点 黑莲老者已瞅见了韩力这边的福宝异象 不仅焦急的催促起来 韩力呢 没有时间理会这个老家伙 而在看到妖化大汉被光柱击退之后 就立刻将全身灵力往浴尺内狂注了进去 刹那间啊 手上漂浮的小尺发出了耀眼的青芒 瞬间由一封啊 由二分四 再由四分八 眨眼间呢 就幻化出了数百把同样的小尺出来 每把小尺刮出了嗡嗡的轰鸣声 围绕在韩力四周 不停的抖动个不停 这惊人的一幕 让蒙山四有看得是张嘴结舌 以为中了幻术 几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韩力没有丝毫的耽搁 脸色肃然的 往那妖化大汉一指 顿时密密麻麻的小尺 如同绝口的洪水一样 浩浩荡荡的积奔而去 光头大汉 妖化之后 虽然神智有些不清的样子 他面对行列的福宝攻击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不妙 脸上浮现了畏惧的神色 竟突然红光一现 整个人如同流星一样的 向后横持而去 其速度之快 绝不在神风舟之下 见到此景 韩力一愣 微一犹豫 对方就跑出了百余让的距离啊 只能遥遥望见其逃窜的背影 叹了一口气 韩力没有再去追 而是用手一点 将那玉尺福宝招了回来 重新汇聚成了青色的福禄 飘落在手中 不是他不想免除后患 好告全功 而是这玉尺福宝所剩的威能 实在不多了 若长时间和对方追逐纠缠下去 韩力可不知道能否 撑得了这么长久 而活口已经到手了 这人做事啊 还是稳妥一点比较好 蒙山四友 见了劲敌 竟被韩力吓退 也心里一松 互相搀扶的站了起来 韩力看那几个人的面色实在不好看 就意想之下 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个小药瓶 抛给了几个人 每人一颗福下 对你们的伤势很有益处 不管怎么说呀 这几个人在今天的战斗中 还是帮上了忙 他自然要有所表示 这样呢 才可让这几个人知道自己不是刻薄之辈 果然 蒙山四友面目 感激之色 由黑脸老者恭敬的拿过小瓶 轻轻一道 刺客 龙眼大小的药丸出现在手心里 颜色火红 药香扑鼻啊 这闻了一下 就让人精神大振 老者可是惊艳老道之人啊 立刻惊喜的知道这个药是珍贵至极啊 连声向韩力道谢之后 才和其他几个人服用了下去 药丸刚一入肚啊 立刻就化为了一股热流 分散到了身体各处 让几个人马上就觉得 哎 这伤势大轻 心中更是欢喜至极啊 我们走吧 这里不是酒呆之地 黑煞叫来的援兵就麻烦了 韩力望了一眼 俘获的小王子和王总管二人 陈生说道 蒙山四友 当然不会有其他的意见 于是将这两名俘虏啊 往神风舟里一扔 韩力带着他们就飞驰而去 破庙的上空 再次恢复了平静 谁也看不出此地 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修仙者大战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怀人修仙传》第163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 网址57ts.com